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六个让你感觉自己在财务上总是赶不上进度的原因,探索这种感觉背后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要教会你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让这种感觉为你所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你在向上比较。 向上比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些拥有更多的人,他们有更多的钱,更豪华的汽车,过着更奢侈的生活。 而向下比较,我们则是会把自己和那些财富更少,更不成功的人相比。 我们承认,人类都是这样,我们很容易会选择向上比较。 但问题在于,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只是幻觉。 那些看起来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是别人精心编织的谎言。 很多人会使劲浑身解数,让他们的财务生活看起来更令人艳羡。 比如说,可能你和朋友都决定每个月要在车上花500美元。 你选择了一辆不错的中档车,分五年还清贷款。 五年之后,你就能还清车钱,这辆价值2万左右的车就是你的了。 而你的朋友选择每个月花500美元租一辆车。 他的车看着就高档多了,36个月之内,他都可以开着那辆赠光瓦亮的新车招摇过市,很是拉风。 但等到租约到期,他们钱也花了,车也要退回去了,什么都没落到。 信用卡债也是一样,台湾大约有34%的人有信用卡债务,英国有38%的人有信用卡债务,美国有信用卡债的比例则是44%。 这些人很多都是债务循环的类型,就是说他们每个月就只还最低还款额,债务就会一个月一个月地滚下去,这期间他们还在不断地消费,最终形成了一个很难打破的循环。 债务是创造财富假象的一种方式,看到别人闪闪发光的新东西,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种他们领先于自己的感觉,但这其实往往是一种错觉,他们并不是在财富之路上领先于我们,只是在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是跟那些投资于未来的人比,跟那些把钱花在个人成长和提升技能的人比,这些投资可能没那么光彩夺目,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个人未来的价值,减少了未来的经济负担,这是一种更加脚踏实地,更有利于未来财富的方式。 说到投资个人成长,就不得不提到对经济预读书会,精选100本个人成长和财经方面的畅销书籍,每天你只需要听个10到15分钟的音频,就能掌握这些书籍的精华部分,还能根据思维导图,全面地掌握重点,更好的消化吸收,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 第二,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我们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跟别人比较,虽然我们现在聊的是财物,但这其实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你一直关注别人有什么,别人在干什么,那你肯定会感觉自己落后于人。 举个例子,当你鼓起勇气辞职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朋友都在步步高升,机身管理岗位,但他们很多人却永远被困在了尔虞我诈的职场当中,永远没办法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而你看起来是后退了一大步,但是却是下定决心彻底改变,去开始去学习,朝着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成长。 这时候你难免会有点害怕,但肯定不会觉得自己落后了,掉队了,你清楚你奋斗的方向会让你更加快乐,但如果你让这种跟别人的比较控制了你,不清楚自己真正看中的究竟是什么,那就不一样了。 你一定会错过很多,在财务这方面,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自己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办法把自己的支出和真正让你快乐的东西结合起来,你就会一直感觉自己落后于人。 你可能很喜欢买新款或者设计款的衣服,或者你也可能会喜欢别的东西,比如旅行、投资、创业,这都没问题。 你可能没有最新款的手机或最潮流的衣服,但把钱花在对你真正重要的东西上也一样能让你感到满足。 但这不意味着你这辈子都要这样了,你还是能够改变,能够重新调整你的价值观。 你可能不会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但你会拥有自己真正珍视的东西,这会让你更有成就感。 第三,你没有再学习。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概念,因为改变自己和别人比较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不会让为什么这个人赚的钱比我多这种问题困扰,而是会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种转变把极度转化为了好奇和成长。 当我们看到别人更加富有,更加成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他们走运了,或者他们有什么我们没有的优点。 从前我们也不理解在网络上赚钱这个想法,但后来我们真正的去学习了,开始和那些成功人士去交谈。 这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改变了,我们了解到,不仅仅是在创造内容,还在打造自己的品牌。 与观众建立深入的联系,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他们的思维方式给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 只有从学习和成长的角度来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投资也是一样,当我们说到投资回报达到8%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怎么能拿到8%的回报呢? 没有哪个银行的利率能达到8%呀? 确实没有。 但我们并不是让你把钱放在银行的账户里。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过去100年的平均回报率超过了10%,这当中除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市场崩盘以外,随便哪个20年的年回报率都至少有4%,79%的时间,年回报率都能达到8%以上。 59%的案例中,年回报率达到或超过10%,当你能摒弃偏见,花点时间去了解别人怎么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怎么达到了今天的水平,你的观点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四,你忘了有舍有得这件事。 你有没有曾经看着别人的成功,然后想他们真的是应有尽有?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吧,俗话说,只看到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打,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感觉他们一帆风顺,无所不能,但却往往看不到他们为达到目标而做出的牺牲,看不到他们背后的努力,看不到他们曾经通宵达旦的工作,错过的和家人共度的时光,要一遍一遍克服地对未来的怀疑。 以消费习惯为例,当你看到别人去国外休闲度假的时候,你会纳闷,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呢? 你看不到他们为了这次旅行做出的牺牲。 也许他们会为了享受旅行而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里,开着平平无奇的车子,从来不买新衣服。 当你更多地去了解别人或者全面观察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你根本不会愿意做出他们那样的牺牲。 搞清楚这一点能够帮助你走出和别人比较的怪圈,你不会再拿别人的巅峰时刻和自己比,因为你会发现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你的挣扎。 第五,你钻进了竞争的牛角尖。 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你成功或者比你有钱吗? 我们很容易陷入竞争的陷阱,但实际上合作能比竞争走得更远。 你在公司做了一个项目,快要完成的时候,发现同事提出了跟你类似的创意,瞬间感觉很泄气,想着你那么多时间都白费了。 这时候你要是想竞争,那你们就会疯狂内卷,比速度,比创意,比人脉。 但实际上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跟同事交流,告诉他你的想法,跟他表达合作的意愿。 两个人一起做出更好的新产品,合作可以给你打开新的大门。 如果你能带着欣赏和合作的精神和别人接触,那么很多人其实都会愿意放松警惕,只需要有一个人打破僵局,不那么自我和骄傲。 另一个人通常就会回忆相同的善意,共同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第六,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专注于自己了。 你最后一次认真审视自己的支出,并自问这有没有让自己开心起来,是什么时候呢? 跟踪预算和控制开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如果你是我们的老粉的话,更是如此。 这会让你的财务非常井井有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忘记把钱花在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上。 享受你的劳动成果也是你理财之旅的一部分。 当你能够给真正让你快乐的东西留出一定空间的时候,你就会打心底里认同自己的财务决定。 当你在建立自己的财务信心时,你就会专注于自己的道路,不会有时间去羡慕别人,甚至和别人比较。 所以这个周末给自己一点时间,送自己一些能带给你快乐的东西,这样你会在自己的旅程中找到更多的快乐。 那么,你会常常羡慕别人吗?你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堆金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